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今天下午林鄭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除了有交代到疫苗氣泡的細節之外 也有談及到出入境方面的最新安排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林鄭提到 特區政府會在五月中的時候 推出一個叫做來港二的計劃 專門就是給香港居民以外的內地人士 無需通過14天的強制檢疫 就可以來到香港 這個安排就是跟回港二的安排相約 沒有接種疫苗的要求 只需要在抵港之前 持有核酸檢測的陰性報告 就可以入境香港 林鄭認為 有關安排具有科學基礎 他還解釋 說內地的感染是非常低 除了輸入個案 以及間中有本地個案以外 基本上就是清零 而目前 從內地部分地區的抵港人士 需要接受的強制檢疫 前後就涉及了39萬人次 也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其實林鄭這番說法是相當有趣的 他說大陸現在基本上清零 原來他的所謂基本上就是 有輸入個案 以及有零星的本地個案 我真的有個疑惑 如果這樣叫做基本上清零的時候 其實 香港也可以定義為基本上清零 其實輸入個案 可以在機場口岸 以及在旅客的強制檢疫期間 可以篩檢出來 這個不會影響到本地 至於本地個案 其實現在已經降至到 州市單位數字 有市是很低的 10位數字 其實某程度上都符合到 林鄭口中所謂基本上清零 因為你說是基本上清零 而不是絕對清零 好了 現在特區政府就打算在下個月中 推出來港議計劃 給大陸的旅客申請 免檢免打針來香港 但是沒有對等安排 大陸方面有沒有一個安排 可以讓香港人 免檢免打針入境大陸 沒有 廣東省沒有這個消息 但是林鄭就說這個安排 具有科學基礎 至於來港議計劃的配額數量又是怎樣 他就說要視乎本港的能力 因為深圳灣口岸 港珠澳大橋 和機場口岸的運作 完全不同 不是拿著身份證 就可以從醫道入境 怎樣都可以控制人流 每天可以處理多少底港的人數 就發放多少的配額 他就說目前回港議的配額未用盡 一半都用不到 相信會有一定的空間 吸納廣東省以外的香港人 以及內地的非香港居民 來香港公幹和探親 正式的配額稍後公佈 即是他的回港議 其實也是擴大了範圍 從廣東省擴展到全國的 香港居民 目前回港議的配額有多少呢 就是每天五千個 如果你說一半都用不上的時候 大概有二千五百個配額是可以騰空出來 就給來港議 照計就是這樣理解的 但是 二千五百個 都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尤其是現在 你都未曾完全 所謂絕對清零的情況下 又再放人進來 究竟會不會構成什麼風險呢 另外林鄭也有交代到 其他的出入境安排 他說 如果完成了疫苗接種以後 在低風險地區抵港的人士 就可以把強制檢疫期 從14天 進一步減到7天 或者是少於7天 低風險地區 即是新加坡、澳洲和紐西蘭 從中風險地區抵港的人士 就可以把強制檢疫期 從21天減到14天 或者是少於14天 這是來港的安排 至於從香港出境的安排又如何 他說完成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 就可以參加旅遊氣泡 或者享有 由外國政府提供的減免檢疫期 到海外地方旅行 或者是公幹 他還說 目前旅遊氣泡 只是適用於新加坡 因為在第四波疫情之前 已經是商討 也正同當地的 政府初商 很快就會公佈細節 接下來 這件事 很重要 林鄭說 為了鼓勵香港人去接種疫苗 特區政府和新加坡商討旅遊氣泡 有主動提出 要求離開香港 而入境新加坡的人士 要先去打疫苗 這不是新加坡的要求 而是特區政府提供的誘因 這件事引起了網絡上的關注 目前你也說 這個安排僅限於 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旅遊氣泡 有些人擔心 究竟這個安排 遲些會否擴展到 比如說其他的旅遊氣泡 甚至乎是非旅遊氣泡的國家 這就有一個很大的憂慮 其實特區政府應該出來澄清 到底這個安排是純粹用在旅遊氣泡 還是遲些會擴展出去 因為林鄭這個誘因 令到有些人反而變成了一個憂慮 第一 因為現在香港的所謂優先接種疫苗的資格 僅限於 30歲以上的香港居民 30歲以下的那些就未曾打針 萬一你這個旅遊氣泡開通了的時候 那群30歲以下的人士 豈不是全部都是不符合資格去參加 因為 你只限打針的人才可以參加 那群人都不符合資格 打什麼呢 是不是 好了 這就是第一個的憂慮 第二個憂慮是什麼呢 那些人就會擔心一件事 現在特區政府只有兩款疫苗給你選擇 一款是復必泡 一款是科興 好了當這個復必泡打到差不多一刻 如果沒有貨而特區政府又不補貨的時候 那如果忽然間有一幫市民 他到期時才一時興起說要去旅遊的 那他是不是要局打科興呢 因為他不打科興的時候 他就參加不了旅遊氣泡 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那個人好像變相 被限制了離境 當然如果這個安排只是局限在 旅遊氣泡 那就好好的 如果你說把這個安排擴展到所有離境的旅客 這樣就很大件事了 所以特區政府就有必要出來 澄清一下 究竟這個安排是會怎樣的 因為旅遊氣泡的原意就是 當那些人去報了名參加旅遊氣泡 其實他在離境去到當地 以及就是從當地返港的時候 都不需要進行強制檢疫這個過程 那你說要有一定的要求 就無可口非 因為那是政府和政府之間的一個協定 你玩那個旅遊氣泡就一定要遵守 但是如果有些人不玩旅遊氣泡 他純粹就是按照 對方另一個國家的要求 他打了某一種疫苗就可以入境 或者不需要打 純粹出示得到那個 陰性的檢測結果都可以入境 那麼他入境的一個國家 可能需要接受強制檢疫 或者不需要 就視乎那個國家的要求 但是當他回香港的時候 當然 特區政府就會叫他強制檢疫 目前那個安排就是這樣 到底這個安排是不是會繼續下去呢 因為現在就是有一班網民擔心 原來林鄭在跟新加坡談旅遊氣泡的時候 他會主動把打針裂作為一個要求 這件事會不會擴展到其他非旅遊氣泡的國家呢 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目前有很多人打算移民 有不少計劃好在夏天的時候就出發了 當然就不想有什麼變卦 另外林鄭又提到 他希望國際間在商討建立旅遊氣泡的時候 對於疫苗的看法 就要基於科學 而不應該搞民族主義 每款證實了安全 有效 有品質保證 並且獲得地方政府 和世衛組織認可的疫苗 都應該獲得承認作入境或者旅遊氣泡的用途 林鄭的這番說法 第一 人家每一個國家都有自主權來決定 究竟承認哪種疫苗或者不承認哪種疫苗 這就是其他國家的 主權範圍所決定得到的事務 林鄭究竟以一個什麼身份來表達這番意見呢 是不是 第二 他就說不要搞民族主義 要看疫苗基於科學 他就不應該有一個不當的預設 認為 個別國家他們承認哪一款疫苗或者不承認哪一款疫苗的時候 他們就不是基於科學的角度 而是在搞民族主義 你怎麼知道別人的決定背後不是 純粹基於科學 你又怎麼來判斷 某一個國家他承認哪一款疫苗 或者不承認哪一款疫苗 就是在搞民族主義 到底你的標準 是怎樣呢 不如你又交代一下 讓大家聽一下 大開眼界 還有第三 究竟他其實是想表達什麼意思呢 因為香港目前只是打兩款疫苗而已 一款是復必泰 一款是科興 到底他是不是想要求外國的政府 都承認香港所打的這兩款疫苗呢 他是不是有這樣的暗示 或者想表達這個意思呢 不如他講得清楚一點明白一點 是不是 他是不是想別人承認科興呢 其實他的潛台詞是 因為復必泰就已經是 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的了 只是欠科興而已 因為有部分國家事實上 在推動疫苗護照的時候 就未承認科興的 泰國就承認 但是冰島也未承認 你不會假設冰島在搞民族主義的 對不對 所以他所說的這番說話 就有些不明所以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